透過敬拜 能夠讓神在我們生命的當中 來電燃那個敬拜的我 我們都來跟隨神的我 來侍奉神的那樣子的火熱 因為他講到什麼樣子 能夠從一個好像已經熄滅的生命 然後再次的被眺望 我特別是非常喜歡他的 副歌的地方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就是有一個 遠遠不絕的一個這樣子的 烈火從你的心裡面 然後奮燒起來 甚至於這些所看見的那樣子的印象 就是看見那個滿山 滿谷的海谷 然後呢 因著 先知發語言 然後他們再一次的 被星期成為大名的軍隊 然後我感覺到好像 藉由師哥所帶出來的信心就是 神能夠形成一個夢想 或者是已經熄滅的意象 或者是已經好像 你感覺到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都在此從此的復活 因為他是有一次盼望的神 他可以給他你心裡的活躍 如果你感覺到在輻射裡面 你覺得burn out 你覺得非常的疲憊 或是你感覺到好像在 追求神所給你的遺像 或者是給你的夢想 你覺得走不下去 渴望透過這樣的專輯 能夠再一次的在敬拜的裡面 在神的空待的裡面 可以重新能力 我真的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在人生當中不同的階段 都需要從神那裡來的鼓勵 都需要從神那裡來的火熱 能夠再一次將我們的心力也燃起來 也讓我們知道我們不是在燃燒我們的生命 而是因為聖靈降臨在我們的身上 他的膏油 他的恩鋼能力在我們的身上 讓我們可以單單的來為神而活 也讓我們能夠在輻射裡面 絕對不會疲乏 也不會混血 然後也能夠越走 看見神越容量的能力 坐在我們的身上